Hello 大家好 我是Jo 今天我特别要制作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无家有儿出长城的一些家长们 作为一些参考 比如说你的儿子可能要单飞 要去念大学了 离开家 或者是他去念大学 因为大学的地方交通不方便 需要有交通工具 然后呢 或者是他念了大学以后呢 他需要有交通工具来当工具人 等等的之类 那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影片 就是有三种机车 来作为使用过的人来一些评论 然后来给这些家长们作为参考 那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第一位是某某大学 他自称是机车魂的 来当为我们的来宾 他是我们的自称挡车魂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骑挡车的 因为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萌某高工的 她是骑狗狗的 所以我们要来请这两位来宾 来问我们 欢迎这两位 我们做这个弹化性节目的 邀请这两位同学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他们骑的不同的车子的特性如何 來給各位家長您作為參考 那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觀賞吧 擋車跟Cogoro 還有我啦 我是騎那個一般的小綿羊 所以我們要來評會一下 這三台車它的外型 就外型來講呢 你認為是擋車、綿羊、Cogoro 哪一個比較外型比較搶眼呢 是不是 你當初外選當然是擋車 你覺得呢 擋車 所以是擋車的那個外型 或是 再來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那個 價格 我們就擋車 你那台擋車大概是多少錢 10萬塊吧 10萬 那你那個Cogoro大概是多少錢 如果政府沒有補助的話是8萬多 原價8萬 8萬多 所以這樣大概應該是6萬多 那我們那個小綿羊呢 大概我上次買了一台新的給他 一台大概是快7萬 好 那再來我們要討論的 所以在價格上面呢 優勝 如果父母以價格來討論 應該是我 這個小綿羊獲勝 我們再來要討論的就是 那這三款車的保養費用呢 因為我的小綿羊 保養當然是應該是最便宜 保養廠一般都是保養這樣的車 零件什麼都很便宜 那你的檔車我們來談一下 他的保養費用呢 保養要在特別的地方保養 然後輪胎是小綿 因為輪胎比小綿羊大 因為小綿羊一顆只能換一千塊 那檔車一顆可能要三千到四千 三千四千 那不是跟一個汽車的輪胎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要用重機用輪胎 那我上台聽說您要換一個零件 還要等它從日本釣貨 還要等一個月 因為台灣已經 台灣沒有在生產那些料件 因為車子數量很少 所以他們都要你訂 比如說我換一個電盤 我修一個電盤修兩個月 車廠當然會給我代付車 還有單身車 它就會從日本釣料過來 那我們來談一下 Gogoro你的保養費用呢 Gogoro知道他在網路上面訴求點就是說 保養費非常的便宜 因為他不用換機油 但是是不是他也還是會有 其他的保養費用產生呢 保養的話就是 你月出費499 他就含保養 就含保養 但是如果你要換零件的話 他還是要額外花錢 對好像聽說您最近才去換一個螺絲 我就換一個防水螺絲帽 20塊一個 所以因為才出廠一個禮拜而已 他說是你出廠的時候沒有檢查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個盲點 我們出廠的時候只是看我 螺絲帽它的型號不符 所以它來的時候它自己裝錯 裝成別的型號 所以這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真的買了Gogoro 或你要買Gogoro的話 你記得在交車的時候 你要特別的檢查 但是真的你會去檢查螺絲嗎 我相信 10個裡面沒有一個人會去做這個 我們頂多是檢查它的外觀 所以在保養費用 目前來講 因為你是新車 還不太會有一些保養費用 那我的小棉羊的保養費用 大概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機油 然後有時候電瓶也要換 其實保養費用也不會很貴 所以在優勢上面應該是Gogoro的優勢比較好 因為它不用換機油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議題呢 就是置物 我知道小棉羊的置物工人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前面的腳踏板跟中間裡面那個置物箱 所以它的置物 而且前面那個你常看到有人 不是載小孩啦 不然是載貨物啦 後面也可以載 它的載貨量是還蠻大的 那我們來問一下擋車 擋車的載貨能力如何呢 來 一般的這種 一般的這種 仿賽車 就只有後座 那個後座可以掀起來 然後大概放一個工具或者是 一件雨衣 然後還有幾條穩膚這樣 可以放雨衣喔 可以放雨衣喔 要塞 要看雨衣 然後還有就是你平常買便當的時候 可能就是掛在後腳踏這樣 對啊 連飲料都沒地方掛 掛在後腳踏這樣 對啊我上次看一個網友 連要放個飲料都沒地方放 所以 所以 在置物功能呢 擋車就 輸入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來問一下 Gogoro它的置物功能呢 因為它有兩個很大的電池 所以我們很好奇 是這個電池就把它的置物功能 就占掉很大空間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Gogoro的使用者 來 請問一下你目前使用Gogoro 你覺得它置物功能如何 Gogoro的失誤功能 它的後車槍 雖然說它有兩顆電池 但是它Gogoro 2 Plus 它的 它的後面的失誤槍是可以放大概 兩頂比較 復古式的 四分之三的安全帽 然後 就是兩頂西瓜皮 然後一頂全罩式 有這麼大喔 就頂多一頂全罩式 對 然後前面的話 就只有掛鉤 然後沒有地方 像小梅羊羊 可以把手機丟進去的那個置物 的那個空間 欸 它好像不是 那個掛鉤還要自己花錢裝 它原廠會給你一個一根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 就是可以掛比較多東西 它有那種Y字型的 所以可以再讓你加裝 然後加購 也就是說Gogoro 其實它有很多基本的周邊配備 如果你要再加的話 都要自己再加錢 而不是像有一些都附掛在裡面 我們接下來要再討論的下一個議題 就是它的 承載能力 承載功能好不好 像 其實小米亞我都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它承載功能 前面可以載人 後面可以載人 有的還 還有四天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 這台灣這種使用程度 是非常頻繁的 那我們來問一下 擋車它可以載 它的載 承載能力如何 就摩摩車就兩個人 一招就載人 就載人 這個 只能載兩個人 摩摩車只能載兩個人 但是它載人 那個很不方便 那個人都要趴在他身上 對不對 這樣比較帥 是啊 這個是要把妹的時候比較好 用 那另外我們再來問一下 狗狗狗呢? 狗狗狗就只能加兩個人 前面那裡不能在嗎? 不行啊 不可以 其實基本上你要擴充使用是可以的 你要再一個男的或是你們不行 不行啊 你只能再一個小朋友 所以基本上如果按照我們台灣的使用習慣 大概大家比較喜歡的那個承載量 應該是我的小綿羊或是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噪音程度 我想大家其實不用講小綿羊 因為我住在路邊 我每次都那個綿羊經過的時候 吵死了 因為加油的速度的聲音非常吵 再來我們問一下擋車 我想擋車大概大家也心裡面也知道 擋車喔 那是要看你沒有改裝排氣管 我的排氣管因為現在是換回原廠的 噪音值大概是 也是80左右 大概是85分貝 85分貝啊 這個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你家住在路邊 他真的是超可的 有時候真的很想給他丟雞蛋 夜間經過次序 當然是盡量能騎慢就騎慢 這是不可能的 不要過去就好了 對啊 我盡量都騎慢 我在路邊常常聽到那種 嗯 晚上睡覺真的是很想丟雞蛋下去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Gogoro Gogoro當然就是比較安靜啊 它的優點 它是電動車啊 所以它跑的就比較安靜 但是它是在電動車裡面 算是 噪音是應該是最大聲的 它的馬達 它的馬達 基本上它的 就是給你一個feedback的感覺 會比較 聲音會比較大聲 它會有一種鐵鍊的聲音 就像Gogoro機載比較小聲 因為它是二載 二載是用鐵鍊在帶動它 所以它會比較大聲 其實有一點點聲音也是好 你在開過去的時候比較不會 路人都不知道你過來 會嚇到 像我之前有很多那種輕型的電動車 常常這樣從後方過來 你也不按喇叭 你容易就撞到 你就沒有聽到聲音 所以其實有一點點聲音 也當作是一種警訊也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的議題就是它的油耗 依我個人 我每天騎 我的小眉羊 我每天騎大概兩公里 我大概一個月加油一次 大概一百多塊 一百一十塊 那我們來問一下 檔車它大概一次加油都要多少錢 因為它 我這台車本身油價比較小 大概一次加大概是一百五到一百六 它平均油耗大概一公升可以跑 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大概是一個多禮拜加一次 我一個多禮拜加一次也蠻平凡的 另外一台小台小朋友 大概也是這樣子 因為它也是很長洗 超洗大概就是一個多禮拜加一次用 可能因為你禮程數沒很長 我都很短 那再來我們問一下Gogoro 它大概是 它現在用的氣費是那個 Gogoro是不用換油 但是它是要繳月費 我的月費是因為它是499 然後可以跑300公里 那基本上換一顆電池 換兩顆它一次換兩顆 那電池如果充飽的話 可以跑八十公里 八十多公里啊 大概一個禮拜多 不要就換電池 反正它換電池不用錢 你就大概電池不到五十 然後你有路過你就換 反正電池不用錢 然後換電池不用錢 因為你有繳月費 你就盡量可以使用 也就是說呢 這個電池其實就是Gogoro的油費 所以499呢 就是它的油費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它的那個 我的那個起步呢 就是一般嘛 大家也知道 你說要爆發的話 你要騎很快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擋車是不是它的爆發力 會比我們的小年羊強 我的車因為它是 那你怎麼放下來了 我的車它是250的 對 然後它大概三檔可以做白 大概六到八秒之間 然後 我目前騎過最快啊 大概是一百零左右 就沒有在上去了 就飆車了 因為這路也不夠長 所以 其實基本上 限於那個路面設計 台灣的路其實都不太適合飆車 所以我也不呼籲這些小孩子不飆車 真的很危險的動作 那我們問一下 Gogoro的騎組 對於它的那個起步 Gogoro它就是馬達嘛 所以它起步很快 如果你它有一個模式 叫競賽模式 它大概 大概一秒就可以 大概飆到20以上 就是直接吹一下 就是給你 很小開電動車耶 後駐力就很大 就給高充 所以 有點危險 然後 標車的話 它也是 最高可以標到90 對 標到90以後 如果 加錢的話 它有一個檔案 就是 你加錢它可以超過90 不知道到多少 都沒有試過 其實Gogoro是說它不鼓勵大家飆車 但它為了要滿足那些 對速度要求比較高的人 所以特別弄了一個競速 就是這種功能給他們 那我們再來就要談談其他的功能特色 小綿羊的特色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用多說 我們比較想要了解一下擋車 因為 在這個年齡層的小孩子 它對擋車有這種充足跟向往 所以呢 我們讓這個真正有騎過擋車的 那個擋車魂 來為他們解說 讓他們 能夠了解 是不是真的 擋車適合它 擋車 特色就是 抄架感受 你的 你給它什麼 它就回饋你什麼 你可以拉轉 你想要拉多少 拉到幾萬轉 隨便你也可以拉 對不對 當然 像雙缸車 因為擋車有單缸雙缸 四缸嘛 你這樣上去 每一種 剛速它都已經特性都不一樣 然後 它的 當然是 性能也有差 然後擋車它的本身 因為車重的配置 它的過彎性能也比較強 你想要做一些極限的話 基本上你要下賽道 或者是去比賽 基本上會是以擋車為止 所以擋車是 擋車 通常就是給我們一般的觀點 就是要飆車 比賽 比賽 那我們再來看看 Gogoro它有沒有什麼其他特性 就是我們剛剛特別的 Gogoro它也沒什麼特性 就電動車 然後 綠能 和政府的訴求 它就 煞車也是差不多 對啊 SVS煞車 通駐系統 然後還有 還有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Gogoro就是加速快 這樣子 那如果下次還有機會給你選擇 你還會買Gogoro這種電動車嗎 如果下一次 如果它是速克 一般的速克拿 跟Gogoro比的話 我覺得Gogoro還是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環保 時尚對不對 現在騎Gogoro感覺是一種時尚的表徵 所以它才願意騎 好 但是我們再問一下擋車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讓你選 你還會買擋車嗎 買車啦 如果以後出車 有錢我不會再買擋排車 有錢就買轎車幹嘛 要買什麼擋排車 要嘛就買汽車 如果再有錢一點 老呢 有興趣就買一台 哈雷啊 紅排吧 來洗一洗 好 今天謝謝這兩位 抽空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然後跟我們做這種 談話心節目 以上的言論呢 都是屬於我們個人的觀點 並不代表大家的評論 所以呢 請供參考 給大家有想要買各種車子的人參考 好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謝謝 謝謝兩位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好看 歡迎訂閱和分享影片喔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